其实在台南沁平路上沿路一片漆黑 只能靠前方车尾灯勉强照明 路灯不亮的还有这里 安平路段兼17拍下停电一瞬间 路灯失去效用 整条路陷入漆黑 面对再度停电 冰果事业者实在很无奈 上次停了一次 已经让冰箱坏了两台 这次再停又有设备损失 真的停到怕了 台南十二号晚上大约六点半左右 包括中西区 北区 安平区等地区 出现大规模路灯不亮 市长黄伟哲在脸书发文致歉 请台电加油 希望台电自己要赶快检讨起来 所有电力设施都要检讨 不要坏一个检讨一个 坏一个修一个 我们的路灯开关箱有损坏 所以造成中西区跟南区的部分地区 路灯不亮 尽管这次大约四十分左右 就陆续复电 但对市民来说 停电几乎快成了日程 只想知道何时能够不再担心 哪天电力又会突然断了 华氏新闻绍兴丘显雄台南报道 我是陈亚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氏新闻 给您看